嗨,大家好,我是劍聖 那終於要來拍部落站的影片了 好 欸對,那我現在已經升上八本了 那現在是一個剛八本的一個菜鳥 什麼東西都是還在七本的階段 只有一些有升一些些東西而已 好,那這個正是超大陸網站過來的 所以會比較 應該有些人會有一種事成相似的感覺 好,那 閉嘴,拉掉 拉不掉 好 那這次 OK 那這次附落戰呢,我們是一樣 我是當一號 那其他呢,我帶三個 上一次打比較好 那其他全部都是一些新手 好,那其實主要的呢,一樣也是拍我自己的 那我打的對手呢,一樣是只有一個八本 那其他全部都是七本 好,那對手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陣 你看他 他 他比我好一點喔 他有一個黃金炮 那一些炮爬已經九等了 那王一樣是五級 然後一個破級炮 是升滿的 兩個升滿的 反正都比我高一點點啦 那他的陣的話其實還 還蠻容易打的 像他的陣的話 我覺得他的大炸彈可能是放在裡面 那他的電塔呢,一定都是放在裡面 因為外面要放的話也是有可能 不過我覺得裡面會是更有可能的 那他援軍 部落城堡放在這裡 那 你只要把兵呢,放在這裡 就會很好引出來 你看他的陣喔 這裡都有一個缺口 就很好引出來 一隻小黃毛 因為現在八本二十五人口 那通常都是塞一條龍 或是五隻弓箭手 或是 氣球啊 或是一個法師 一個弓箭手 這樣最好的我覺得 但是塞五隻弓箭手 這樣引出來會 需要更久的時間 因為龍一定是最慢出來的 好 那來看一下我是怎麼打的唷 看一下我的部隊呢 我是帶一個黃毛 然後二十隻弓箭手 然後十六個胖子 九個炸彈 十四個法師 然後帶了一隻皮卡 然後我的援軍呢 我是跟我們比較強的成員 要了一個三級的 八本滿的 要了三級的皮卡 因為我怕一個萬一啊 因為 很關鍵啊 因為只要一號沒有打好 這場部落戰基本上就輸了 因為我們只有十個 十個人 所以我特地要了一個三級的皮卡 不過其實一級也可以啊 我後來打下來發現 那我打的呢 我是從這一個平面 全部這樣打過去齁 先清邊 我都有清邊 因為你看它的 邊它都放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你看它離它自己的砲塔放很遠喔 所以你只要用你的弓箭手 放下去 放邊邊這樣 放一排放下去 其實它的砲裡面都打不到的喔 看一下我是怎麼打的 好我帶了一隻黃毛引元軍喔 剛好順便踩了一個大炸彈 超爽的 那我放 我帶了兩個毒藥 毒 兩個毒藥是可以完整毒死 欸 一級的毒藥是可以毒死龍的喔 拉掉 拉不掉 那我毒的時間 我毒是分兩次放齁 因為我看大爺的影片說 兩次毒藥呢 它是放一起的話 是毒不死一條路 那我後來研究了一下 我發現 也是真的 是真的這樣沒錯 所以你把毒藥的間隔時間放越久 那毒的傷害 它一樣會 呃 就是用最通120滴 欸 90滴這樣子一直毒下去 所以我只要在毒藥的毒性還沒結束之前 再放第二罐 它的毒性就會一直 呃 就是維持90滴最大值 這樣子 就毒了 那我現在在清邊齁 我帶所有的邊都放了 弓箭手一個一個慢慢清 上面也有放齁 然後清完之後呢 我就從這個平面全部打過去 分上下兩邊 炸彈炸開 一半的胖子 一半的胖子 然後再兩個炸彈 兩個炸彈 那就可以把紫色的牆炸掉了 那我的部隊 通常 欸 部隊全部都沒有 升級完成了 全部都還是 七本的部隊 除了有 新的皮卡之外 然後現在這邊 王 我是用皮卡去打他 因為皮卡打王 一下就死了 然後這邊下了一個浮血 然後胖子剛好走過來 全部都補到了 這等於說他陷阱全部都放在這裡啊 這一排全部都放陷阱 很難見的 那還好 我們有三級皮卡 所以實際上應該一級就夠了 所以這邊還蠻擔心的 我怕實際上會打很久 因為 弓箭塔全部都在打我的法師 已經打死三隻了 那 現在還打到胖子 那 我現在王跟皮卡也笨笨的 跑去外面打東西 不過 剩了一部隊很多 還要這隻法師走過來 走過來就沒什麼事了 好了 這樣就三星啦 非常的簡單 皮卡都沒有死 像我覺得他的陣最大的缺點 就是他陷阱全部都放在外面 那 還有兩個大炸彈 全部都沒有放在裡面 如果載進去的話 可能我部隊會少一點點 會 時間會拖更久 然後彈簧也沒有彈到多少東西 好 那 我們的 另外一個 另外成員都把我的二號跟三號打了 所以我跑去打了四號 那我一樣是用地面部隊去打 不過因為我是八本呢 所以我一樣 我有帶皮卡喔 因為皮卡真的是地面部隊超好用的一個 一個 一個兵種 好 那我來看一下 哈囉 哈囉 他的陣呢 他算是一個 出 也不能說是出 但是大概就是七本終極 你看他的 弓箭塔都還沒變色 然後炮塔也還沒升滿 好 那他的陣的話呢 我是打算 就從這邊 兩個平面打過去 打進去 然後打到正中心 正中心的話呢 我看他 正中心應該有賽彈簧 然後就這樣打進去 打進去 正中心呢 再放一個不屑 然後如果 可以不夠 再放一個狂暴 這樣子 這樣就很好打了 好 我先先圓軍 下面一條龍 三級龍 三級龍 二級 應該是二級 就錢 然後我就賭他 兩罐毒藥一樣可以把他毒死掉 那我就是在 毒 等到這個毒快消失了 再下第二罐毒 再消失 但是他的毒性還沒結束 再下第二罐 沒發現他的傷害還是一直在扣 速度是一樣的 然後一直 把他扣光光 等他快死掉呢 我就開始清邊 把上下這兩個功能小物都把它打掉 好打掉之後 再開始下部隊 胖子 左右兩邊各下一半 然後炸進去 那我這邊炸彈 放太慢了 可以炸掉兩個 很可惜 不然炸彈是剛剛好的 蹦蹦蹦 那法師 清邊 法師都分開放喔 法師不能放一起 因為法師攻擊力很強 如果放一起浪費 法師移動速度跟 他拆完一個東西 他會有一種假動作 所以如果放一起的話 那個速度只會被拖很多 那我這邊 只有放一個炸彈炸 因為炸彈不夠 但是 彈了兩個胖子 然後皮卡放出來 我皮卡放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圈 就是我皮卡走歪了 我皮卡應該有個人 不可以走進去的 不過他走歪了 我走歪就走歪吧 就當成一個超級小兵 一直去清邊 然後我的王也是走歪了齁 沒關係 然後中間這個很關鍵喔 因為他中間就是 兩邊全部都走進來 然後我一個補就剛好可以補到兩坨 兩坨的燙子 就是從兩邊下這樣 好 然後法師幾乎都沒有死掉 再加速 就這樣子啦 打光光了 援軍跟狂暴法術也沒有用出來 好就這樣三星了 這是 就很輕鬆的三星了 對手也還沒打 對手現在應該都還沒起床吧 這次部落戰應該是贏了 援軍手應該是沒有辦法破三星 像我這個陣 我覺得他擺設蠻好的 因為我看一些 九本的來打我 通常都是頂多就 除非真的是 很誇張來打我 那種 要不然通常都是打了九十九趴 或是九十幾趴 然後就 他不玩了 我覺得他還不錯 好 那這次部落戰就先拍到這裡 很久沒有拍 補上影片給大家看了 好 謝謝大家